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的是第九次 白阳圣性论语的原读 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读的是 有朋自远荒来 不亦乐夫 今天是读这个不愈 那上一次读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来 淑娟 遵守原则无所犯 共同砥礼主爱产 开口之所吐慈言 真修为德之必然 其有行为不能义 夺以而道众喜欢 一行每根做工犯 感呼进入人心坎 因有亲爱无背离 仍我相信祝道谈 群而不挡真是宰 修子之之常自白 人气关系更圆满 世间也将更温暖 精心奋发其向善 清其磊络无修然 必知嫌良真有患 其着阳心烟又惨 为成香蕉得深感 还如香皂之肝胆 彼此合合好情仪 心中有爱无纳斑 遇到任何的事情 谅解物体并分担 好我们上次读了前面的三篇 那我们今天要从第四篇 来读乃素如 能够互出为人想 自尊尽他物间酸 将心比心克血矣 抓出重点请微晚 以德化人无遗憾 以有为荣把光沾 与人感情虽是淡 却能年长又回甘 好 这个地方特别谈到 要怎么以德化人 要多为别人去设想 而且能够为别人付出 有付出的机会 才有修德的机会 德是什么呢 德就是为别人做一件好事 不求回报 对方呢 有所感动感念感谢感恩 所以这个德是存在别人心中的 那种感觉 这我们常讲的 所以要以德化人 一定要常常修这个德 修德就是行德 都为别人付出了 那跟人相处呢 要以有为荣 而不是嫉妒人家的成就 觉得人家比自己优秀 就看不起 甚至嫉妒 那应该要以有为荣 这样子呢 才能够绵绵长长 朋友之间的感情 才能够很好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 这一段的主要内涵 那来那个蔡讲师 将心比心客协议 以有为荣 把光沾 朋友间能够彼此付出 为人想 互敬互爱 勿坚酸 必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将心比心客协议 抓出重点 口气要委婉 朋友间若有争执的事发生 要以德来化解 才不是留下遗憾 好友有成就 应以有为荣 把光沾 切勿心生嫉妒 君子之交 情虽大 欲能绵长 又回甘 好 这边一样是在讲 朋友之间 怎么样只能够有 很好的相处 当然 父亲无父爱 是最重要 多为对方设想 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朋友之间难免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这个时候呢 应该将心比心 能够克斜 就是克己 然后让气氛能够和谐 稍微忍一忍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将心比心 最重要是那个态度跟口气 朋友之间相处难免 会有 有时候会大小生 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争执 但是呢 口气要委婉 所以这边谈的还是朋友之间 很重要的 然后呢 如果真有争执发生了 怎么办 要用德行来化解 不是呢 放在心里 然后呢 也不讲 闷在心里 久了 两个人呢 就会越来越疏远 所以应该 要多沟通 多为对方着想 有时候呢 如果没有好好去化解 就会留下遗憾 那另外呢 朋友之间呢 有时候我们 会 很难像孔子那样 孔子就是 三人行 必有我师 这个 则善从之 则不善改之 那我们都是 看到人家的善就是优点 都会 心生忌妒 但是孔子是 要跟 这个朋友来写 他的优点 我就跟他写 这样子叫做 以有为荣 把光瞻 那不是心生忌妒 所以 君子之交 跟小人之交 不一样 小人之交 就是 有时候 虽然 吃喝玩乐 甜如蜜 但是呢 如果讲到 真正的 友情 有时候就很难 以朋友为荣 你有成就 说不定就忌妒 就猜疑 所以 金子之交 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 很重要 好 继续我们来读 下面 来那个 对 抱怨 吃汗的意思就是 好像 贪嗔吃 那一种 那一种 痴心妄想的吃 吃汗的意思就是说 肯吃亏的人 好像白痴 给人家看不起 那样子的人 不是 吃亏就占便宜 朋友之间相处 最重要是要 能够互相包容 有时候呢 吃点亏没关系 然后这边又提到说 体贴相扶持 观照多包容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朋友 能够在一起 尤其 如果能够成为一家人 正是夫妻 那这个体贴 观照 包容 能够互相成为知音 这些都非常重要 最重要呢 我们应该对自己 所拥有的 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要感到知足 知足热心 事先丹 好 我们来 小沛来帮我们读一下 朋友兼多包容体量 肯学失归 非失汗 时事充裕之言斩 最能感动人心的朋友之交 莫如包管 观照又能多包含 朋友兼 因相体贴 相扶持 真诚交代 就已得欲 知音不孤单 人生苦短 岁月悠悠 知足常乐心 才是先丹 感人情怀 称包管 知足乐心 是先丹 这个地方讲到 管包 就是包鼠牙 跟管仲 他们之间成为千古 这个传送的最好的朋友 那种之交 朋友之交就要向保 包鼠牙跟管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能够做到 肯吃亏多包容 而且呢 相互扶持 那管仲跟包鼠牙 曾经一起做生意 那管仲都偷偷的把 多的钱 放一些自己在口袋里面 也不跟包鼠牙讲 那但是呢 旁人其实都看得懂 也看得到 就偷偷的跟包鼠牙讲说 哎呀你不要跟他做生意 你看他都偷偷的 把一些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也不跟你讲 但是包鼠牙就说了 管仲呢 因为家里有个老母亲 需要奉养 所以我知道他贫穷 需要钱 没关系的 所以表面上看来 包鼠牙好像吃亏 但事实上他那种包容体量 是朋友之间最可贵的 那打仗的时候呢 管仲呢也是不敢 在最前面 身先士足 总是在后面 人家就笑说管仲是一个 没胆量的人 跟包鼠牙讲说 哎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这种人 将来你有事也不能保护你了 结果包鼠牙就说了 我知道他的情况 因为家里有老母亲 他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 万一他死了 那老母亲谁照顾 所以包鼠牙呢 最后还推荐管仲 本来管仲呢 是在敌对那一方 然后包鼠牙这一边赢了 敌对那一番呢 很多被杀了被抓了 管仲是被抓的 可能也要被杀头了 但是呢 他就推荐给齐桓公 就后来的齐桓公了 说如果你要王天下 称霸天下 你就要用这个人 那管仲就觉得很 那个齐桓公就觉得很奇怪 那难道你自己不想吗 你不来当这个宰相 来辅佐这个寡人 来王天下 你既然推荐别人 但是包鼠牙就是这样子 他说 我跟管仲比起来 我差他太多了 他绝对是你要称王天下 最重要的 你没有靠他是不可能的 最吉利的己见 你看这个朋友之间 就是要这样子 所以传为千古的美谈 所以这边讲到说 因相互体贴 相互扶持 真诚相待 这样子呢 这种知音啊 如果能够 一到一个就不孤单了 人生苦短 衰夜悠悠 如果我们有一个 这个知音就要知足了 知足常乐心 这就是仙丹 好 最后还有一小段 来小佩 就从周边关心起 满满快活来感染 志同道合光辉燦 温馨欢与时方传 好 就从周边关心起 这句话非常好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心上 然后去实践 其实人与人之间 最缺的就是那一份彼此的关心 朋友也一样 能够成为好朋友 一定要彼此关心 我们不用 跑到大老眼 去关心 有时候周边 开始做起 当然 眼地也要关心 只是周边的不关心 跑去眼地的关心 那也 这个实在 不太符合了 所以应该从周边开始 然后满满快活来感染 意思是说 多付出爱心 助人为快乐 之本 那个快乐就会相感染 志同道合光辉燦 好 那个 苏珠姐 就从周边关心起 交到好朋友并不难 就从生活周边开始 付出我的关心 自然能得到更多好友的关心 满满快乐来感染 自从道合相互相互回应 放光马 温馨 欢与十方船 好 所以这个地方是讲 怎么样子 交到好朋友 当然自己本身的条件 自己本身的那一种 付出 关怀 品格 自己本身的要求 一定也重要 那同时呢 要身体力行 要先做 多付出关心 这样子才有办法找到 真正志同道合 相互回应的好朋友 接下来 这里有一段 激功老师讲 包熟牙 跟管仲 他们之间的 这个值得我们 敬佩跟学习的 来我们请入戒 历史上 哪个友谊 最感人情况 来 包熟牙跟管仲 一起做生意 管仲要拿比较多钱 因为家里有妈妈要牙 所以他拿比较多 没有关系 并不是因为包熟牙 家 他比较有钱 而是他能替朋友 能够替朋友着想 关照又能多包含 有的人就很斤斤 计较 感情归感情 生意归生意 亲兄弟 民算账 做人太计较也不太好 也很累 如果我们能多给别人一点 也是我们的福气 好 能够多给别人一点 也是我们的福气 真的 如果我们有机会为别人付出 那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现在要对人做好事 还真的很难 对人好 有时候被人怀疑 那有时候呢 朋友之间 这是最好相互关怀的 尤其真心的朋友 那如果我们太计较 斤斤计较 有时候就会趴拍干净 朋友之间的感情也会破坏 好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下一个 不义 有朋自远方来 不义 这两个字 不义乐福的不义 大笑佛同 小笑佛同 来给我们慈悲 好 那个叶丽讲师 真的是无限开怀 大笑小笑佛同 同时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 一天最少大笑三生 小笑无数次 心里喜悦 就会健康 就会 人生光彩 就会光彩亮丽 而且呢 在道场呢 开心就有道气 待人诚恳有爱 道情就永昌在 那这个大笑小笑佛同 他来呢 他很慈悲 他还一一跟我们讲解 直接来跟我们讲 批的这一段话 来 我们请那个 俗卷 大笑佛同 小笑佛同 慈悲 处以 绝而能实习 喜乐在心底 有同志远方来 快乐且难满 我们能活到老 要学到老 我们来佛堂开华会 我们也是在学习 学习孝顺父母 学习和我的朋友 让我们周遭的人 能够相处得更好 每个缘分都能让他圆满 好 一开始啊 前面两句 我们大笑小笑佛同来 就跟我们谈到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叫做 活到老 学到老的观念 其实可能大家也都有啦 但是有些人呢 一忙忙着工作之后 每天就是做自己工作的事情 这个学习啊 应该是 不是只是工作上的学习 我们要学的有很多很多 包括学习做人的道理啦 学习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 专业的东西也好啊 所以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还有呢 来佛堂也是一种学习 所以这边也谈到这个 还有孝顺父母 也是一种学习 那 跟我们朋友在一起 也是一种学习 很多啊 都要学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有时候我们说孝顺 从小也要教还是孝顺 不然他也不晓得怎么做 像我们这一次 这个夏令营 从奉茶开始 开始教 这个不可能由父母来教啦 这个父母教自己的孩子奉茶 那这样不好教 这要有 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夏令营 由老师来教 那怎么跟人相处得更好 也是要学习 那 素如 我们学习 还要时常复习 我们复习了很多道理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有道理来提醒我们 要遵守仁义道德 我们路就不会走偏 这里的学习要常复习 这个复习呢 特别着重在 生活当中的实践 不是说像背书 学完了回头 自己呢 再把书拿出来 然后呢 一字一句 一直念 这种复习 这个不是 真正 所要讲的复习 复习其实是 我们学了道理之后 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这个在前面 宣佛已经跟我们讲了 学了很多道理 邪恶实习之 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当我们实践了 得到印证 哦 原来对人有礼貌 自己就可以得到好回报 哇 当我们对人有礼貌的时候 每个人有时候对我很好 这样 就得到印证了 哦 这句话 真的是这样子 我就很开心这样 所以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福 所以复习很重要 复习不是只有文字上的 是要在生活当中 去落实 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的能够把邪道的道理拿来用 而且 这个老师教的道理呢 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 要遵守 就像走路不能走偏一样 好 我们请那个猜讲师 我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缘分真的很难得 最可贵的是我们能够明白道理 人生要越来越好越光明 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要有道气 人生要越走路越宽广越光明 不是越走越黑黑暗暗 就是心里 因为做了很多见不得人 没办法讲给人家知道的事 那个就是越走越黑暗 那如果我们学做一个金子 金子就是光明磊落坦荡荡 那个就是越走越光明 这样子心里就有道气 要做到这样子也很简单 把我们学到听到的道理 就在生活当中 邪恶实习之常常用 把它行出来 我们就会越走越光明 自动自发勤努力 可贵在明里 每天都会想好话 都很和气 都笑嘻嘻 是不是可贵在明里 人生光彩亮丽 因为有道气 因为修道把爱心付出给众生 所以就不会老 对典传师很尊敬 对其他的兄弟姐妹很爱护 要再努进步哦 自动自发 请努力可贵在明里 这个大孝佛童小孝佛童 跟我们讲的其实是非常简白的道理 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 每天不用人家说 自己就会懂得多讲好话 多用和气 多笑嘻嘻的 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明里的人 我们是一个有道气的人 我们是一个心地光明的人 所以我们都会多讲好话 都会和和气气笑嘻嘻 这样子 当然 这一切都是要学习 学习就像修道一样 修道也是一种学习 学习也是一种修道 那学习呢 很多啦 这边人生光彩亮丽的学习 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 所以我们要学习爱心的付出 人呢 多有爱心的付出 助人为快乐之本 就会很开心 就不会老 那另外要学习 对人的恭敬 从前弦开始 上至典传师 下世一般的道情 甚至家里的兄弟姐妹 都一样 我们都要有那份恭敬心 这个也要学 那因为有道气 所以我们对人都很恭敬 对兄弟姐妹都很爱护 各方面呢 我们都懂得 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好 再过来 临近 待人诚恳有爱 我们对待别人要诚恳 不要虚心假意 我们对待别人要诚恳 要有爱心 我们修道的感情 永远都会存在 我们和朋友能够互相契合 互相信赖 没有猜忌 每天就会很高兴 每天都很高兴 那是因为我们有知心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跟朋友之间 非常非常有默契 相互契合 我们呢 彼此信赖 也不会猜忌 好像呢 永远在一起 都是最好的朋友 这样 那大家都 付出彼此的爱心 相互的关怀 然后呢 感情就非常的好 而且呢 诚诚恳恳 不惜心假意 那这样子的知音朋友 是非常棒的 好 再来 那个 小沛 我们都是老母的孩子 所以不要去分别 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 看到别人的小孩 当做是自己的小孩 看到年纪大的人 当做是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 要把他当做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每天心存善恋 每天都会很高兴 好 那我们要把我们说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把别人的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护 当然自己的孩子一样也要爱护好了 我们才有一利去爱护别人的孩子 年纪大的父母亲也一样 我们要把他孝顺好 老无老 才有办法 人之老 那不要有分别心 因为同样都是老母的儿女 有言在一起 这个就是一个难得的善因言 我们要好好的扶持 多对别人好 心存善恋 每天都会很高兴 来继续 树珠姐 道情永永常在 我们修道有修道的感情 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我们的道情是干干净净 互相帮忙互相提心 彼此能更进步 更上一层楼 所以男女生不可以乱来 要爱惜自己 如果你很爱那个男生或女生 我们也要尊重他 保护他 如果我们都学学变变的 那仙佛菩萨就不喜欢我们了 好 所以仙佛对我们的教导 真的很细密 从我们生活当中 来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交朋友 是交男女朋友 男女之间的爱也要干干净净 互相帮忙互相提心 就像道情一样 那不可以乱来 这边讲的乱来 当然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所以 互相尊重 互相保护 然后不随随便便 那做一个自重自爱的人 那人家也会爱惜我们 我们也懂得爱惜别人 仙佛菩萨也会喜欢我们 否则希望菩萨 他也不会喜欢我 好 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 这一段 不亦乐夫 是大孝小孝佛统 跟我们慈悲讲得很细 所以我们下次再继续 今天呢 我们非常难得 在我们日本的明德书院 我们府人大学的郑教授 也一起来参与我们早上的成都 还有他的夫人 两位贤抗力都来参加 那在这个地方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郑教授是台湾 有关 这个 我们 这种 从中国历史上 明清以来的这些 民间的 教派 信仰 甚至我们这个 一贯道的发展 他都很早就 有这方面的 探讨跟研究 那 尤其 对于祖师的一些著作 他 在这方面都有很专业的探讨 研究跟著作 出版 那我们 这一些期 也就是 112年的第二阶段 下学期的第二阶段 我们特别商请郑教授 未来 来我们现场学院为我们开 理数和解 其中的 三意探研 那我们知道三意探研呢 这是王主最不容易读得懂的 其实 后学呢 在 这个部分呢 所知也非常有限 还好这个我们 郑教授愿意来跟我们 大家慈悲 来讲述 这个三意探研 他对这方面有非常 深入专精的 探讨跟研究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我们的显客呢 第二阶段是在 这一周 应该说下 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就要开放来 选客了 然后到 9月 中旬 就要来开 课 那所以 请大家 注意 选客的信息 那今天也很感谢大家 共同的参与 也祝福大家 都有美好的一天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充满正能量 好 那我们在这边 也一起 感谢我们的郑教授 跟 跟他的夫人 也谢谢 线上各位 前贤 谢谢